张本志和正手大爆发 直接杀疯了 杨静坤5比0强势开局 被逆转 这是2024WTT福岗总决赛 难担16分之1决赛 这场中日大战一触即发 双方死前7次交手 杨静坤6胜1负 对于近期状态出色的张本志和 梁静坤还能轻松取胜吗 首局比赛开始 梁静坤主动上手进攻 反手进攻非常强势 张本志和也迅速调动自己 他的正手斜线及落点针对性很强 中路直接挤压到了梁静坤 梁静坤在速度和节奏的变化中灵活调整 破坏了张本的节奏 梁静坤的退台对张本的压迫敢立马消除 张本借力使力强势上手 后来者居上 最终 张本志和凭借强势的正手进攻线路 以11比7拿下首局 首局0比5落后的张本志和强势逆转 第二局他的状态愈发火热继续强势开局 梁静坤的无谓失误开始风多 正手护住 盯住反手 造成对方出劲 梁静坤也通过积极地调动自己 开始反击 台内护摆后 质量不足 给了张本反击的机会 张本的正手保护非常到位 梁静坤的站位稍微靠后 造成反手贫贫失误 这个球的赢前意识已经有了 但对方的正手更有优势 最终 通过连续的高压进攻 张本志和以11比6拿下第二局 张本志和的正手相比之前越发强势 双方强强对拉 他的正手表现非常霸气 梁静坤完全属于被动防守状态 好几年 能够得到达的 这种足利的力量 右手牵制 回到反手的反击 漂亮 张本连续追分 迫使梁敬坤暂停调整 手感球 这个球反击的难度很大 梁敬坤通过中路长球挤压到对方 梁敬坤积极上手 敢于发力进攻 这个球张本反击的很聪明 不急于发力进攻 最终 梁敬坤顶住压力 以11比9扳回一局 第四局开局 双方就展开激烈的较量 张本的发球抢攻 开局取得3比0领先 梁敬坤终于通过长球 拿下本局第一分 正手的变线进攻 让对方反应不及 张本的变线进攻 梁敬坤主动赢前 强势正手反击 扛住了张本的进攻 梁敬坤上手后 转反手快丝 梁敬坤上手后 转反手快丝 张本尝试反手 可惜失误 张本尝试反手爆甩 可惜失误 张本敢于发力进攻 最终 张本智和以12比10锁定胜 一大比分三比战胜梁敬坤 他发球得分 占据了上风 正手的强势进攻 也给梁敬坤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对于本场张本智和的表现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那我们走